今天我们来看看德万的夺冠之路 这是去年在马德里的一个25000美金报名的比赛 最后冠军奖金是29万美金 汤姆德万获得冠军 咱们来看看德万的夺冠之路 看德万打牌比较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德万的入持率非常的高 咱看看德万的决赛桌应该是 能看见德万打大量的牌局啊 枪口味进来啊 很强的牌AAAK同色 泡夫老板这牌也可以啊 面对枪口味他要玩这手牌吗 八人桌 想想算了别冒险了自己断筹码 面对枪口味 艾奥腾会玩这样的牌吗 也没有去玩啊 虽然德万爱玩牌 但这手牌太差了 这装卫这牌看着更差 差不多和德万一种牌 没有选择玩 他们这个筹码大概看一眼啊 就是分散的还是比较 就是短筹码的人特别短 是吧 长马的人特别多 就这个贫富差距还是挺大的 德万的筹码非常多 记得开头看德万是有三百多弯啊 非常的富有 这核冠发牌是不是有点慢呢 这么发牌 发四张感觉也挺费时间的 反正人多的时候有点不太好发 人少了就好发不少啊 泡芙老板枪口味拿到AK 92比较差 要玩这样的牌吗 K2同色 有一对同色 选择玩啊 泡芙老板选择玩啊 这手牌没他上部手牌好是吧 上手牌是AK勾 这手牌是AK92 泡芙老板还是选择玩啊 加入到13万 哦 德万这牌还不错啊 还可以德牌 两种花色 10勾K啊 应该德万会玩 德万选择尻 全都缝掉 这AK不错 三七有点弱 面对枪口味 我看他们这节奏啊 应该都是不太会玩啊 枪口和枪口加二位 没有玩啊 1864也缝掉 那两个人单挑啊 泡芙老板对德万 那我们来看看翻牌 翻牌Q47 整体上这个面还是有些干燥啊 这张Q 更容易在 更容易在两个人的范围里 这张Q还是更接近于德万的范围啊 但现在两个人都没什么牌 奥马哈是三加二啊 二加三 必须用手里的两张牌 和桌面的三张牌 进行组合啊 这是硬性规定 转牌 发出一张Q 这张Q 泡芙老板变成一对 德万可以买一些卡顺啊 好 德万是买上下顺的 七八九十钩 90钩圈K啊 买上下顺的 那泡芙老板应该跟不动啊 奥马哈这九一对 其实是挺弱的 Fold掉了 奥马哈四张牌 真的看着有点多 第二的德万用这个买牌 是吧 偷下这个地尺 有87个大芒 遥遥领先 这两个人啊 来看看这手牌 Alton枪口味啊 Fold掉 这牌看着就不咋地了 在枪口味而言不咋地了 这要是带个芒猪位什么的 或者好的位置 庄位 COA 还行啊 两种花色 连牌 但在枪口味这个牌 是不是有点弱啊 要进来属于脏牌啊 有点那什么五六同色呀 正常玩德州谷克 要玩 那就是玩脏牌啊 这手牌有点脏啊 我喉 k ao k ao 那玩那种五六同色呀 正常德州谷克 还有小队子 打法类似 德万瑞斯吗 k ao 德万也是k ao 这也有可能是一手凭coulty吃啊 看后边有没有人 有墙牌 老先生没有浪啊 这牌不玩一玩吗 哦 有强牌了 看他瑞斯到多少 瑞斯大些 艾奥腾还是不太好玩的 艾奥腾这手牌玩的有点浪 艾奥腾抽码有些短啊 他还尻进来 感觉这牌有点浪了 哦 黑KK6不起瑞斯吗 那我有点没想到啊 他觉得位置不好 想别让自己打得难受啊 泡佛老板这牌这三张牌一看就不行了 那张牌要是张A 还能这牌看着好一点 好看一点 强一些 泡佛老板这牌很难是强牌 这牌 得万看着相关性大一点啊 10圈K 得万要打一枪 AKK6会尻一枪吗 感觉会尻一枪啊 他抄队 抄队买Q的顺德不扣吗 那看牌好像要缝牌似的 这应该跑不掉吧 都缝牌 另外两家都缝牌 哦 得万这牌重视买上下顺子 重视10勾圈K 10勾圈K 哦 得万买上了顺子 90勾圈K 我控制 这一条街 还是下重注嘛 打泡佛老板是下了一个重注 继续自己的重注打法 正好上次是偷鸡 这次是有牌 我KK看见这个牌面 他真的挺闹心的 这90勾是比较复杂的牌面 晚上又有两种花色啊 是比较湿润的牌面啊 90勾 这也很容易有买牌这么打他 看怎么选择吧 还是重注 哦 还是重注啊 确实还是重注 但是尺度好像比泡佛老板那个尺度要小 两个深筹码的对抗 还是缝掉了 他还是觉得往后打不好打啊 选择相信了得万 得万的开局还是非常的顺利啊 筹码又涨到了370万 这应该是一年前的比赛大概啊 这应该是一年前的比赛大概啊 其实左下角戴帽子这个人挺像那个瑞刹的羊的感觉似的 瑞刹的羊好像也爱戴个这样的帽子 瑞刹的羊 大光头哥 大光头哥 大光头哥是完全自学成才 没看过书也没有人教过他 全是自学 从实践当中不断的总结 成长为高手 成长为世界级高手 汤姆啊 汤姆就有点 看他打牌有点把把入驰那种感觉似的 这把又是入驰 加入到14万 这牌我觉得会疯哦 前后加二位 他这个就前三张牌你看着 就是在他的位置上面而言 他这个牌有点入 哦这个牌还可以啊 还可以的牌要玩吗 哦没有玩啊 一张六不太好 花色上边可能还不够好啊 赢下这个底持吗 埃尔顿我觉得不太好防守啊 埃尔顿筹码太短了 他这个牌力不太好防守 他筹码深说不定还有可能防守啊 他的筹码不太支持他 去捍卫自己的盲主 奥马哈我发现他起瑞斯起的尺度都比较大 你要正常德州普克起两个大盲是吧 一般都起个八万 这里边都是三个大盲 还是因为牌的组合比有多 四张牌 还有他们打牌 瞎住的尺度一般也比正常德州普克大 因为买牌的可能性更多 给买牌更不好的赔率啊 更不好的赢亏比 这核观看着我总看这个 有些侧面啊 就从现在这个角度这种侧面看 老乡那种看那个电影里边那种 特别聪明的女的我学霸什么的 那种感觉啊 这牌应该不会玩啊 还有他那把还是两种花色 这一种花色 这要玩吗 如果玩就是 我觉得对奥马哈又有了一种新的认知 那种小脏牌 他就会多玩啊 因为整体上还是和德州普克差不多 本质逻辑没有变 就是可能性变多了 跟短牌有点类似啊 短牌也是可能性变多 但其实 其实奥马哈和短牌 都是为了让人更多的玩牌 但结果都是 由于可能性变得更多 中大牌的可能性更多 其实大家都反而玩的更谨慎了 短牌反正是玩的更谨慎 奥马哈我看的少啊 这是我看的第二个奥马哈比赛 十十七二 尻尾攻肯定值得一尻的这牌 两种花色是吧 有个对视 汤姆应该也会check 汤姆这个牌力 还有张A 要起个瑞斯去抢 也不是不行啊 也能请 看汤姆怎么做吧 汤姆应该是瑞斯 汉姆比较凶 那艾奥腾这牌很难防守 所以炮弗老板这个位置其实他挺闹心的 他的盲助位是德万是吧 他这个盲不好抢 而且德万这个送胸牌手 多数情况下对炮弗老板是有位置 其实最不舒坦的是艾奥腾 艾奥腾因为紧挨着德万 要玩吗 其实这优点就是艾奥腾要不要拿这个牌打奥链 有点这种意思 这种牌显然是不太支持打奥链 所以这手牌是觉得理性点是吧 气了 然后你也过了忙住了 能多看好多牌 能多看一圈 进来的话 拿这个牌打奥链 真的挺勉强的 艾奥腾这也要犹豫吗 我那意思是 犹豫的时间感觉有点长 艾奥腾不知道和德万在说什么 探听下德万的虚实吗 因为德万他的瑞斯 抢盲的范围还是比较宽的 这左边四个 右边四个熟悉的 有点像 我感觉他有点像两军打仗那种感觉 知道吗 这边一波 这边一火 那边一火 哎呀 我刚听完那个春秋战国的李时 又听了听 复习一遍 好多打仗厉害的人啊 都没有赶上明军 像那什么李牧呀 后期啊 因为刚听完尾巴 就有点记得后期 像连坡最后也是 他那个君主不相信他 还有前面还听啊 谁那叫 叫谁来的 乐意 是不是叫乐意啊 差点把旗国给灭了 他当时那个叫 燕神魔王 特别的相信他 但他死了之后 新换一个君主 不相信他 他被迫跑到赵过去了 乐意好像是乐意啊 连下七十多座城池 后而有人禁言 说打下了七十多座城池 剩两座城池 乐意一直打不下来 他是不是有反叛之心 他故意不打下来 想谋反 完这新上任的君主 就把他让他 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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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国 他爹好像叫 叫燕淮王 燕淮王 就是当初也有人 这么禁见 来 燕淮王 回来看牌吧 356 这么多人 AA57 他这个牌 看着 还可以 还可以 可以勾勾 哇 这手牌都挺不错的 都没有动 多人 哦 这牌发的有点闹心了 我感觉这是一个 chike 没有人敢动 这么多人 地吃 就是说 约翼的第一位 那个君王 当初有人献蝉眼 哦 德万要偷吗 哇 德万胆子真大 直接偷下了 这个地吃 这不太好靠啊 因为你靠下来了 转合拍 还有一条街 你靠不靠 而且是多人地吃 当初那个燕王 怎么说的呢 就召集了 所有的群臣 反正说 如果越野 想要当燕王 是吧 我到时候可以和他 共治燕国 他要愿意的话 当初 当时就把那个 晋禅眼那个人 给杀死了 因为燕王那个人 一个是胸怀很大 一个是他明白 越野真的想 篡位当燕王的话 他没人阻止得了 当初越野特别感动 越野其实最后 他逃到赵国之后 他也一直对燕国特别好 好几次赵国 想打燕国 都是约翼组织的 看着挺悲壮的 你知道我 一般而言 大多数那种 打仗特别厉害的人 都没有赶上 一位好的君主 赶上好的君主的时候 好的君主 又提前死了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 到这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众 感谢您的观众